我知道很多人 很多的弟兄姊妹 不喜歡我在節目上面講一些比較尖銳性的話題 例如說什麼同性戀領養兒童 然後跟他們發生性行為 或是把墮胎說成殺嬰兒 把變性人說成是性別錯亂的變態 把變裝皇后教小孩跳舞說成是戀童癖 事實上就是 我也不喜歡這樣的字眼 這些可以說成是世界的詞彙 我們想要傳達給各位的訊息就是 現在有很多事情是我們要去做的 因為我們的社會已經爛到一個地步 已經不是我們講一講就可以解決的 如果美國是個建築物的話 我們的根基已經腐爛到一個地步 而且已經鬆散的太嚴重 我們又忽略了太久 現在我們只剩下兩種選擇 這兩個是什麼 今天我們來討論一下 我是Edan 歡迎回到今天的AI News 我們可以繼續在這些腐木生鏽的地方 假裝就是塗油漆假裝沒有這個問題 當作沒看到 直到我們的地板崩塌 屋頂塌陷 然後我們全部都在這裡一起被壓死 或者是我們要開始真正的修復這個國家 拿出我們的槌子電鋸 把這些腐爛生鏽的地方全部拉出來 然後全部用好的正確的健康的材料 來代替這些腐爛的東西 當然第二個選擇會很艱難 很辛苦 而且不能保證 我們一定可以讓這個國家恢復健康 但是至少我們有機會 絕對比在這邊什麼都不做 在這邊當一個虛偽的基督徒 什麼都交托神 什麼都禱告 然後什麼都不做 然後我們的孩子全部變成左派 教育出一代一代的敵基督 最後跟我們這些心愛的孩子 一起全部被壓死在廢區當中 各位如果還沒有發現的話 美國現在是一個非常不穩定的國家 最有可能變成極權主義 最有可能發生暴動 最有可能發生內戰 最有可能經濟崩潰的國家 最容易污染 而且讓兒童崩潰的國家 以下這個影片是給 認為AINews不該報導 這些負面新聞的基督徒看的 這是來自於波士頓兒童醫院的影片 上個星期爆紅 他們叫這個手術叫做 Gender Affirming Hystericomies 性別確認子宮移除手術 波士頓兒童醫院有各式各樣的影片 在YouTube上面被推崇 而且建議這樣徹底破壞兒童生殖器官的影片 來看一下 這些專家是在告訴你的小孩什麼東西 Gender Affirming Hystericomies 是相似的 最多的避充避免 一種避免 A hysterectomy itself 是一種脂肪的脂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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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臉上的脂肪 一些避免 也會有避免 但這其實是一種避免 一種避免的一種避免 叫做了一種避免 而不是每種避免 避免避免 而人們 都不需要避免避免 性別確認子宮移除手術 跟一般的子宮移除手術很類似 就是像說你的腿被鯊魚吃掉了 跟你得糖尿病末期要把你的腳切掉一樣類似 因為同樣只是身體器官移除而已 只是一個是醫療手術來救你的命的 另外一個是你健康的身體被一個恐怖的生物撕碎 不管這個恐怖的生物是一隻鯊魚 還是一個笑著對你說話的變態專家 可以確定的就是目的都是要破壞健康的器官 而且毀了你孩子的一生 當然我們很多人會這樣說 會有一堆人認同專家 是會有很多假冒偽善的基督徒 認為我們不應該討論這些 是會有很多父母認為說 自己很無能很無知 所以說一定要聽從這些專家的 我們的主流媒體很快的就站出來 幫這群想要摧毀自己孩子的父母的想法 馬上開始對於這些說法 Fact check說 事實上就是這些子宮移除手術 都是要到小孩18歲以後才會去做的 不要相信什麼保守派的陰謀論 都是騙人的 子宮移除手術不可以在小孩身上進行 18歲的女生才可以做子宮切除手術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比她能自己買酒還要再早三年 就可以切除自己的子宮 比自己可以去租車還要早七年 就可以切除自己的子宮 這多好啊 我們都知道對不對 18歲的人全部都知書打理 絕對不會做出讓自己後悔一輩子的決定 人只要到了18歲就完美了 就可以幫自己做出對自己最好的決定了 是嗎 實際上這個Fact check是錯誤的 根據Post Millennial的報導 Boston Children's Hospital是根據WPath的規定 而WPath建議子宮移除手術跟陰境切除手術 17歲就可以做了 而且女性乳房切除手術 15歲就可以做了 而且Boston Children's Hospital還會幫忙做 器官組成手術 組成什麼器官 就是18歲的時候那個想要變性的女孩 手上這邊的這個某一塊肌肉切下來 做成男性生殖器的樣子 但是如果要把這個 他手上的肌肉轉移到他的 不該有的位置的話 要做這樣的手術之前 子宮切除手術就要在3個月之前完成 意思就是子宮切除手術在17歲就可以做了 但是那些都不是重點 什麼幾歲可以做什麼手術 幾歲可以變性 都不是我們應該在意的事情 而是這個樣子可怕的事情 這個樣子的手術存在 而且還有人執行 還有專家笑著跟你說 他們在把這樣的東西讓你的小孩知道 讓你的小孩認識 跟這些變態討論幾歲 可以做變性手術 就是他們想要做的事情 他們想要我們忽略的就是 女生13歲就可以開始接受乳房切除手術 而男孩跟女孩16歲的時候 就被洗腦參與在破壞自己生殖器的手術上面 還有藥物上面 不只是這個樣子 連還沒有到青春期的小孩 就已經開始做結紮手術了 而且這個東西是在美國所有的州都在發生 上百家醫院在做這樣的事情 例如接下來的影片 是來自於賓州的 Children's Hospital of Pittsburgh 彼茲堡兒童醫院 在推崇另外一個淋虐小孩的手段 Hi, my name is Priya Dar I'm one of the doctors at the Center for Adolescent and Young Adult Health here at the Children's Hospital of Pittsburgh I wanted to talk to you guys today a little bit about puberty blockers Puberty blockers are basically a medication that says, hey, let's just put a pause on puberty and that can be really beneficial for younger kids who have already started the puberty process who either might go through a lot of psychological distress as they go through puberty if they're struggling with gender dysphoria or for somebody who's saying hey, I'm not really sure if I feel comfortable in my body or what gender I truly identify with Yeah, um... 一個孩子對自己的身體不滿意 所以醫生就來徹底的 永久的破壞他們的身體 來確保他們永遠都會對自己的身體不滿意 這個就是青春期制止季要做的事情 這就是為什麼在那邊說什麼 18歲以後才會做變性手術 是完全沒有任何意義的 因為不管手術是幾歲做的 所有的計畫是從青春期開始之前就開始了 所以他們去做變性手術是必然的 因為在青春期之前 他們就在物理上跟醫學上 來破壞孩子的身體 破壞孩子的心靈 讓他們把小孩放在一個 變性人工廠的製造機的運送袋上面 這一切是個生產鏈 小孩跟父母都被騙上去 直到自我毀滅了之後 再繼續騙自己 說自己做了全世界最對的決定 而且逼著世界說自己很勇敢 我們現在回到Boston Children's Hospital 他們的醫生說 這些小孩剛出生 甚至還在子宮裡的時候 就已經知道他們是變性人了 而且任何他們一點 另一個性別的行為 都可以證明說 他們其實就是變性人 小孩會常常知道他們是 Transgender 從現在他們有任何能力 可以表現自己 和父母會常常告訴我們 我們有父母會告訴我們 他們他們知道他們 他們知道他們的孩子 從當初他們是生產 的行動 像不斷的髮剪 或不斷的髮剪 或不斷的 不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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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 不斷的 雖然 有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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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到他們 有可能會覺得 他們可能會有 男性化 或是 或是 女性化 所以我們看到他們 是他們 他們 那些事件 沒想到 他們可能會有 一種種類似的 男性化 所以 這位是 有股種種類似 我們看到他們 是 被 被 然後可以接觸 越看越可怕 很感謝News Junkie把這個視頻 把這間醫院的影片 回復到他們原本應該就有的樣子 還加上配上原本就應該要有的音樂 這些事情是在說 小孩什麼都不了解的情況下 會去摸電插頭 把自己墊死 會想要爬樓梯不小心摔死 會想要去摸電半鍋 或自己燙到之前 就已經可以了解自己是個變性人了 然後未來一定要變性才可以得到快樂 他們連自我認知都不知道是什麼的情況下 就可以知道自己是個變性人 你可以清楚的看出來 因為他們會玩另一個性別的玩具 會穿另一個性別的衣服 女生可能會想要站著尿尿 男生可能會想要坐著尿尿 女生可能會想要剪短頭髮 或是留長頭髮之類的 簡單說根據Boston Children's Hospital 所有的小孩 還有未來會出生的小孩 全部都應該是變性人 因為有生過小孩的人就知道 所有的小孩不管性別 他們都是這個樣子的 聽起來他們這樣的做法 好像就是灑下最寬廣的網 來抓住所有的小孩 在他們能說話之前 就把他們規定到一個 劫渣變性的屠宰場的運送書袋上面 為什麼聽起來這麼可怕呢 因為這個就是這些變態在做的事情 他們非常知道他們自己在做什麼 他們也非常清楚他們為什麼要做這些 而且他們已經做了很久了 直到這兩年才開始有一點點的反抗聲音 因為很多人不想要討論這些東西 這東西好噁心 我們不要討論 我們視而不見就好 我們禱告就好 我們交託神就好了 基督徒只要愛跟接納就好了 我不這個樣子認為 這個東西必須要停止 想要變性我們的孩子 不可以這麼容易 不可以這麼簡單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會做AI News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鼓起勇氣 說這些教會不敢說的東西 每一種說的東西 我們要聚集 我們要集結 我們要去抗議 來抵抗這個樣子的邪惡 現在你可以去任何一間 在做兒童變性手術的醫院 如果沒有抗議群眾 在前面為了保護孩子來抗議的話 我們就應該感覺到非常的羞恥 如果沒有人現在在華盛頓 在大型的抗議的話 就表示我們跟那些變態醫院 醫生一樣有罪 我們如果沒有出身的話 就表示我們沒有用我們的力量 來保護那些最軟弱 最被攻擊的生命 因為這個議題應該是一個 全國都該憤怒 全國抵抗 然後直接告上法院 所有的政治人物一起抵抗的議題 我們應該要為了這個樣子的事情 全面出擊 背水一戰 因為這是我們的孩子 我們的下一代 現在的確有一些小型的反抗軍 在抵抗這樣的議題 有一些基督徒的小組 在幫這樣的事情祷告 但是這需要被改變 整個教會都應該要起來反抗 每個小組都應該要跟 當時加州Prop 8 同婚合法化的時候 一起起來抵抗 很明顯 我自己一個人做不到 我沒有辦法 教動每一個教會 或者是華人的基督徒 但是我可以利用我這個平台來發聲 我想要做到的就是 用這個來喚醒 看我們頻道的觀眾 去跟你們的牧師講 讓你們的小組可以知道這件事情 我們可以一起合一的來抵抗邪惡 如果你是住在波士頓的話 你可以去Boston Children's Hospital門口抗議 因為這個事情已經不用怕什麼 傷和氣撕破臉 國家分裂了 還會有什麼事情 比孩子還在肚子裡面的時候 就開始洗腦他成為變性人 更噁心的 基督徒如果看這個節目 只看到一個男生 頭髮流很長 不是個穿西裝打領帶的老人 然後談論事情的時候 會用到很尖銳的詞彙 所以說我們不支持我們不認同 我們要跟那些基督徒不一樣 不管他在教會服侍了多久 不管他當過幾次小組長 不管他當了幾年的基督徒 我都認為神不只是一個心靈寄託 神是一個要我們跟他一起同工的造物主 我們就是要用我們的生命 去幫無法發出自己聲音的人發聲 用我們的生命去改變其他人的人生 各位可以想想看 今天我說的這些話 有些詞句是多噁心 你不想聽的 我也不想講 但是卻是這些專家 教授 醫生 要我們小孩接受的詞句 而且說 這代表著 驕傲 自由 勇敢 我們當基督徒的 就是要來阻止這個樣子的事情 繼續發生 我們就是要來抵抗這個樣子的邪惡 我是Eton 感謝大家收看更多美國情報 請持續關注AI NEWS